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华严经200问》的第40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变化 这个变化这两个字呢 指事物在形态上或者是本质上产生新的状况 我们一般人说啊 你变了 这个变呢 有往好的方向发生改变 也有朝坏的方向发生改变 学习佛法就是要产生变化 所谓脱胎换骨 那什么是变 什么是化呢 在《礼记中庸篇》里面 有解释到初见未知变 变的时候啊 新跟旧两体具有 意思就是 原来的这个我 跟新的这个我 它都在 只是发生了一个改变 这个改变呢 是渐渐发生的 那到最后呢 叫做变境旧体而有心体 为之化 就是把新的取代旧的 旧的已经完全消失了 而有了一个新的个体 这个叫做化 所以变是在皮像上的脱胎 化是从骨里 骨子里都产生了大改变 大翻转 这个变化是依据什么呢 在《为世三十论》里面 就讲到了 我们这个世界 是为心所现 为世所变 那所有的现象呢 就是有假说 我法 有我相 有法相 这一些所有的我 跟法呢 都是依着世所变 这些各种 各种不同的变化 都是依着世而变现出来的现象 那这个世 有哪三个世呢 就是由第八世 阿赖耶世 第七世 莫娜世 跟前六世 了别近世 而变现出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世界是你的心所造的 心境则佛土境 那既然心境则佛土境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 是由我们的世 所现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佛法里面 讲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根本的世 叫做阿赖耶世 阿赖耶世里面呢 储存的各式各样的记忆 各种不同的经验 以及累生累劫以来的 自己的善根与烦恼 都储存在 我们的记忆库里面 那这个记忆库呢 会随着各个不同的形态的变化 它始终都在 它也在记录着我们的变化 它也因为我们的变化 而发生了改变 所以这个第八世 阿赖耶世呢 它有这四种功能 第一个叫做受勋 第二叫做持种 第三叫做持根生 第四叫做持气界 最后呢 经过了这些总和了之后 就会造成生死轮回的现象 我们会投胎 就是看我们这个第八世里面 装了哪一些种子 哪一种力量比较强 当这个力量比较强的 这一个门打开了之后呢 你就会往这个门去 那我们一般人呢 在熏修的时候 熏陶 它会随着自己一生的个性 一生的习惯 我们遇到的人事物 而产生了渐渐的改变了 那这个改变是什么 叫做耳濡目燃 所以叫做受勋 接受环境的熏陶 接受你身边的人的影响 接受你选择的职业 接受你自己 对于自己每天 身口意照做 所产生的影响力 所以这叫做受勋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每天的所作所为 所思所行所言 都会影响着你的生命的记忆 那这个生命的记忆呢 它会保存在我们的第八世 阿赖耶事里面 那如果呢 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 它会从种子会现行 变成根深跟气界 就是你现在所现的这个深 跟你所处的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是自己 累生累劫受勋的一个总合体 所以我们这一生会当为人 也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累积的人的记忆 人的习惯 人的一种善根 所以人是六道轮回当中的善道 那在善道当中呢 又因为我们有的善根 我们过去跟佛陆结缘 所以我们在这一生会遇到佛法 不管你是什么形式 或者是你是什么状态 在什么因缘下呢 你都遇到了佛法 而且因为累生累劫的善根 所以你在遇到佛法之后 你会选择发心 而且听闻佛法会跟佛陀相应 跟佛陀的思想相应 跟佛陀的语言相应 跟佛陀的行为相应 这个其实都是因为你的第八世里面 有了这种善根 接受长期佛法的熏陶 发生了改变 所以我们会从众生成佛 也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变化的本质 我们有这种变化的特质 所以我们从以上来看呢 我们就知道 这佛陀在讲的一个一件事情 就是佛法的熏陶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我们现在所现的生命的现象 不管你遇到的是什么状态呢 它会随着你自己的记忆库里面的种子 而改变 那既然生命是可以由自己来做改变的话呢 我们就要做主动为自己的生命加分 为自己的生命转化的一个这个做主的人 所以佛陀呢 他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自己做主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 原来是我们做主的 我们怎么去操作这个做主的方法 不是很了解 所以佛陀教我们觉悟的方法 这个八万四千法门都让我们变得更好 到最后呢 能够脱胎换骨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事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要读为事呢 就一定要先从自己的心所产生的变化 开始去观察 你就能够豁然开朗 所以有一个心理学的专家他讲啊 他说我们的一生 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 那这个总和是从哪里来呢 就是我们每天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想的 所以佛法呢 它是根本性的从心理上 从心态上去让自己的内心发生改变 然后让这一些好的习惯累积 变成在我们的八四田里面 变成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呢 足够的累积之后 最后会发生变化 所以菩萨摩赫萨在这个阶段 我们从出发心柱 然后一路修行 不断的积累 我们的变化的种子啊 到了第十柱 万顶柱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变化 就发生今天动地的改变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以初柱就讲 我们现在发菩提心了之后 就搬到佛的家 搬到三世诸佛的家 搬到三世诸佛的家 我们虽然呢 刚刚开始已经住到佛家 可是还不是佛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像佛一样 那我们人类的学习方式呢 是用模仿的 所以我们呢 会随着自己所学习的对象 相处的这个环境跟 同参呢 会渐渐的耳濡目染 所以我们说学习佛法 为什么要到道场去 因为你在道场里面 眼睛睁开的就是佛 菩萨就是师父 就是同参道友 耳朵听到的就是亲近的语言 不是诸佛说法 就是赞叹佛法 赞叹佛这个范背 这个赞颂 再来呢 你的心所想的呢 你在道场里面 都是要想为众生的慈悲 为众生行菩萨道 为众生离谷得乐 为众生精进用功 甚至于呢 自己的发心 起心动念 都是正面的 那经过长期的 生口意的熏陶 我们在八世田里面 就会种下 这种清净的金刚种子 因缘合合 因缘成熟 就会产生今天动地的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佛的养成过程 所以从初住到了佛的家 我们是一个baby呀 从小就在耳濡目染 这些所有佛菩萨的行径 到最后呢 到法王子住的时候 已经准备要接受法王之位 到了第十灌顶住 就完全产生了大变化 就是变成了一个人 脱胎换骨变成了佛了 从众生变成佛 这是我们在根本性的大改变 所以这佛法最神奇的地方 它就是能够改变 可以改造 所以如果下一次 有人告诉你说 哇师兄 你完全都不一样了 你就可以知道呢 我们现在从原来的青面疗牙 现在要变成菩萨的慈眉善目 的确是会产生今天动地的大改变 那在这个地方呢 问到的菩萨摩赫萨的变化 有哪一些呢 有十种变化 第一一切众生变化 如果我们自己发现自己会改变 那么一切众生 它一定会有机会改变 因为我们也是众生 众缘合合所生 我们每天都在色受想形式的一个甲合体当中 色受想形式 它没有一定固定的形态 所以随着我们一方水土 能够养一方的人 因此我们会看到 每一个地方的人长相都有所不同 乃至于同一个家庭 即使是双胞胎 它也有一些许的差异 因为呢 这个就是众缘合合所生 有一个人说 我们人在四十岁之前 容貌是父母所给的 是遗传 但是四十岁以后的容貌 是要自己负责 因为你在这四十年当中 不断的累积自己的相貌 那这相貌怎么变化呢 你每天笑 你就会慢慢的累积出一个笑脸的气质 你每天发脾气 你就慢慢的累积出罗刹的相貌 你每天呢 都在勾心斗角 你就会贼头鼠目 所以呢 这是相貌的变化 那我们每天 这个情绪啊 也会累积 每天都很慈悲 每天都很柔软 很善良 你也渐渐的 就会像佛菩萨一样 散发出慈悲柔软的气质 每天呢 都在发脾气 慢慢的就会有恶叉 罗刹的气质 那每天呢 都板着一张脸 久了就有一个婉娘的气质 如果每天呢 这一眉鼠目 渐渐的 就会有猥琐的气质 所以所有的身 你是自己来造成 自己的相貌的改变 所有的心 也会因为 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 它会产生改变 那既然我们是 身跟心的综合体 所以我们会发生改变 那么一切众生 它也会发生改变 好 所以我们让这个变化呢 发生 但是是用 潜移默化的方式 这个就是最高的 一种教育跟教化 好 再来 一切生的变化 我们昨天讲过 有三生 一个是法生 一个是报生 一个是化生 有了这个三生的之后呢 我们要知道 能变的是 报生跟化生 我们的努力 会圆满我们的相 我们的报 我们的果 所以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只要秉持着不变的发生 这个法生 不变 但是报生跟化生 是随缘而变化 那么你就可以了解 什么叫做 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不管你在什么环境 你的发生 你的发生 的发生是不变的 菩提心 就是我们的发生 那我们不管到哪里 在哪一个地方 哪一种角色 哪一个对象 你都能够秉持着你的出发心 那么你一路成佛啊 就不会改变你的方向 但是在这个每个阶段呢 它都有不同的果报 不同的阶段性的任务 这个就是报生跟化生 这个报生 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 实行 实柱 实回向 实地 等等的这一些变化 那这个变化呢 是智慧的成长 所以我们每天呢 就要看看自己的智慧 有没有再提升 我们的福报 有没有越来越增长 那这样子 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 你会肯定自己的努力 熏陶 那最后呢 这个变化身啊 还可以利他 我们会有千百亿的化身 不只是自己受用 而且呢 你的举手投足 也会开始改变了他人 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一切深的变化 到一切差的变化 就是我们开始新进着佛土镜 所以到哪里去呢 这个地方啊 就会因为我们的到来 而开始发生的改变 有没有发现啊 自己啊 学佛了之后 因为你自己每天都很愉快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走到哪里 孝生就跟着到哪里 走到哪里 人就到哪里 所以有的人说 师父 我觉得呢 我现在人气很旺 不管你到哪里啊 哇 都是一堆一堆的人啊 那而且呢 大家都一种欢喜心 所以我们昨天呢 就是到这个彰化跟台北啊 因为下礼拜要有这个 我们正式的时辰时会要开跑 所以我们昨天就到台北去 这一群志工呢 我们行前的演练 彰化也是一群志工在行前演练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志工呢 他其实是平常我们不太见面的 但是一见面呢 就感觉彼此很熟悉 很欢喜 为什么 因为十方同聚会 我们都因为佛法而聚会在一起 那我们有共同的心愿 所以呢 大家凑在一起之后 整个气氛都改变 整个环境都发光了 所以这叫一切差的变化 那所有的环境呢 都会因为我们的心变化而改变 所以我们要一起发心 来改变这个世界 让他变成净土 再来我们要对一切的众生 有一种供养的心 我们从过去啊 有一种供养 供养就是供养我尊敬的对象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但是呢 我们渐渐会发现 不管你怎么去 这个修这种供养啊 过去自己的供养啊 可能会选择对象 或者是会选择你要供养什么 现在呢慢慢的 会发现举手投足都在供养 起心动念都在供养 所以我们现在呢 每天念的这个经啊 你的每一字 每一句都要修这种供养 供养给一切大众 供养给法身 供养给报身 供养给化身 供养给一切的众生 供养给这个法界 这时候你的供养就不在局限于 形式上的供养 你的每一个举手投足都在做无上的供养 这个就是华严经里面讲 诸供养中法供养罪 就是最殊胜的供养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在修行 这就是最殊胜的供养 所以我们会发现呢 接下来就有一切因生的变化 一切行愿的变化 以前不懂得发心 所以呢 讲话也不是很会讲 行愿也没什么愿 也更不用说什么修行 但是呢 我们经过的熏陶 从小气的心 会改变成广大的发心 所以这个因生会改变 乃至于我们的行愿 改变教化调伏众生 也产生了改变 甚至于到最后 成正觉也有这种变化 成正觉了之后 成佛做什么 随时都在说法 随时都在加持 统一来讲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变 一个是化 那最厉害的变化 就是把众生变成佛 所以呢 这叫做什么 具足一切 武上变化法 那我们一般呢 都以为啊 要累积一种魔法 就像这个哈利波特 要有魔法 他这个魔棒啊 如果一点是一个咒 他就会变化 那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佛法就是一种神奇的魔法 那他会把一个人啊 从不发心变成发心 从小气变成了大量 从不愿意为众生 而愿意突破自我成长 来为广大一切的众生 这种变化呢 真的就是一种魔法 一种魔力 但是这个变化的根本是从哪里来 其实是从我们自己 累生累绝 本具的佛性 当中有很大的愿力 这些种子 当它开始产生了动作 产生了作用之后呢 这一切的变化 就是这么的自然而然 所以我们到第十灌顶柱的时候呢 有两个主要的问题 昨天我们讲到的叫做出生智慧 那智慧开始产生作用了之后呢 就会到今天有殊胜的变化 所以一个是我们的努力 让智慧产生作用 一个就是产生作用之后 你观察你自己 观察这个世界 是不是你会发现智慧的作用啊 就是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那这个改变是往好的方向 往正的方向来做改变 那既然人人都能够改变 我们就要让这个改变呢 发生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让我们见证我们自己的改变 也见证众生的改变 也见证这整个世界的改变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 十种变化 今天的开示之子 共得圆满 阿弥陀佛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